罗女士的宠物店开在杭州上城区九合路上 说是有位顾客经常给店里打差评 持续了好几个月 他2023年1月29才到店消费 但是他2022年12月 12月就已经在编辑评价了 他打电话就问 他家猫第一次洗澡很适的 问接不接 那正常客户哪里会这么问 我就在想 他可能就是明着早逝 去年12月21号 这个评价里 提到了猫的肉店被剪破 临时工的举止 风挡调节水温等等 配了一张地板的照片 不过卢女士说 对方第一次到店消费 是在今年1月29号 做了宠物猫洗护 当天服务过程中 顾客一直在旁观看 中途因为猫有些擦伤 对方发火了 不管他们怎么道歉 或希望做出补偿 对方都不接受 送玩具他也不要 就磕磕气气把他送去门 当时想着他出去 应该会差评 没想到他会塞一些 与事实不符的图片和言论 我就觉得比较气愤 烘干箱当时有两只猫在里面 还剩一个烘干箱 那个烘干箱是没有猫的 分离会稍微大一点 然后放在里面烘 那个猫第一次洗澡 可能就一直在拍那个烘干箱 导致他的那个爪子 有一丢丢的磨破皮 拿出来的时候 看的时候是有一丝丝的血迹 擦干了 在店里互动三小时 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 我就跟他说 这件事情就觉得很抱歉 然后赔礼道歉 送猫条 送罐头 送零食 他都不要 然后就磕磕气息地送出门了 第二天 顾客在平台上打了差评 并发布了宠物猫流血的照片 说壁垒无良商家 如果你想你的猫早点去世 就送来这一家 之后 双方在网上开始了 断断续续的争论 比如2月7号 顾客说 店家攻击我是巨鹰 真是骂不过这种老女人 10月13号 卢女士说 遇到同一个人多次差评 并夸大其词各种宣传 换谁不骂 对方说 天天没事找事来烦我 最近又做得不好 被群众血量的眼睛差评了吧 10月25号 又是一番唇枪舌剑 都有断断续续的那种差评 到了9月份 我想跟他聊聊 他就一直在美团上 疯狂地去写差评 写我之前骂他的记录 卢女士说 双方的沟通不是及时进行的 大多数是在平台上留言和回复 有沟通过他发短信过来说 如果你要这么不依不劳的在监控 那就什么等着看 他要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确实给我们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就是他自从差评了之后 我们每个月下降5万的营业 我想要的就是 这个客户对他当时不实的言论 跟夸大骑士宣传做出道歉 那我们也会诚诚恳恳地 把这些监控啊 差评啊 或者是辱骂这些 都诚恳地跟他表示一下歉意 卢女士提供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记得多次拨打都无人接听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且下试 在发去短信 发稿前还没有收到回复 记者一把情况反映给了平台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